所以說想利用喝水 或者說其他的一個方式來避免酒車 那其實這些方法其實是沒有它的一個效果 氣體是從肺部裡面 你吹出來完以後到那個測試的一個儀器上面去的 所以說你含那個錢幣反而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動作 喝酒酒精的話它會很快的透過就是說血液的行為到體內各部 那像以就是說警察吹氣的測試法 因為那個酒精很容易的透過血管到肺部 然後酒精的氣體 在涮從肺部氣體吹出來的時候 它其實就可以去測得它的一個溶度